全部都是吉木騎士在搭配了三冠鏡像法術 好像是要挑戰吉木騎士數量上限的感覺 哈囉我是烏龜 大家應該都已經瘋狂的開始在使用 聖誕節限時登場的餅乾皮卡 還有都已經被削弱的小雙怪法術了 我現在才要來跟大家分享吉木騎士的進攻 第一場是蘑菇所帶來的吉木騎士搭配泰坦的進攻 這是一個15本升級上去之後漏洞還沒有改過的陣型 因為他已經有合併建築了 但是空出來的這個位置他是沒有調整過的 那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網路陣型 蘑菇選擇的前戲是超攻飛艇 從靠近一點的位置下了飛艇進來 落在投司機的前方這裡引出了援軍之後 看到援軍是會對超攻有威脅的泰坦 但是還好泰坦是先去找我們的氣球部隊 所以超攻在這邊是非常安全的打掉了投司機 最後連陣型中間的這個火塔也能夠拆得掉 關鍵就是在隱形有把被引出來的這個冰人也一起隱形掉了 讓超攻可以完成打掉陣型中間火塔的任務 這裡的超攻部隊甚至還能夠打掉防守的神盾勇者嗎? 哇看起來是差一點點 沒關係接下來換到主力部隊要進場了 從大概兩點鐘的這個位置下了一整排的吉木騎士 後面跟上了蠻王女王還有泰坦 吉木騎士開牆了之後 泰坦以及雙王跟上 馬上就要面對防守的蠻王以及殘血的泰坦了 殘血泰坦這邊不需要擔心 至於防守的蠻王這邊也已經直接被我們的主力部隊給秒掉了 他的蠻王帶的裝備是陣地金靴 這裡開了牆之後 蠻王 哎呦有有有蠻王回頭了好像要往陣型裡頭走了 女王這裡帶的是原始的裝備 接下來面對到兩座多體火塔 吉木騎士先拆掉了一座 再來破牆進去打掉陣型中間的巨石碑 另外一座火塔是被蠻王給處理掉的 好現在所有的部隊都往靠近七點鐘的女王這個區塊走過來了 吉木騎士繼續的破牆 也順便坦住前排的火力 保護後面的泰坦還有女王 最後通往大北營的城牆吉木騎士 還有能夠存活的數量來幫忙破牆嗎 只剩下最後兩隻 加油啊往前衝 可以可以 哇城牆真的被撞開來了 那女王還留著技能 要來面對大北營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開個技能輕鬆的爆本 最後還剩下一些電塔在九點的外側 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神盾勇者技能都還在身上 最後還有一些泰坦 就算冒雷大堆的小骷髏出來 也不會對神盾勇者造成威脅 這場進攻 蘑菇用了超攻前戲 來讓我們的主力部隊泰坦 還有吉木騎士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L型路線可以推進 最後是順利的完成了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這場是野豬的進攻 他用的部隊配置也是 剛剛在身上16本了之後 看到非常多人在使用的吉木騎士 搭配一整排女巫的玩法 但是這場比較特別的是野豬 他還帶了一些蝙蝠法術喔 那面對這個陣型我們有看到 他其實也是有合併了一些 合併防禦建築出來了 我們看到了多人建塔 那在靠近9點到12點的這個面 下了主力部隊之後 現在在10點跟11點的中間 下了飛艇進來 開了無敵 目標是鎖定大本營啊 哇這飛艇飛得又深又遠 最後在大本營前面吃了一個旋風 這邊趕快下一個冰凍 加上了狂暴 飛艇裡面裝著的是雪怪 但是因為有被旋風捲走 所以這個狂暴雪怪 是沒能夠順利打掉大本營的 沒關係我們繼續來看看 吉木騎士能不能夠幫忙破牆 讓我們的英雄走過去爆本 同時深隊勇者也從8點的外側進場 現在靠近大本營的時候 蠻王準備要開陣地金靴 把大本營的血量震掉一些之後 讓主力部隊這裡合力把大本營給拆掉 現在深隊勇者開個技能 然後蝙蝠從6點的位置要進場了 他的手上還有剩下一關冰凍 不過場上還有兩座法師塔 在面對第一座法師塔的時候 這個冰凍就丟了出去 因為總不能讓我們的蝙蝠馬上被團滅嘛 那只要拆掉了這座法師塔 無論如何剩下最後一個法師塔 就算蝙蝠被團滅了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神盾勇者還在啊 像是面對到這種陣型的內部 有很多封閉的城牆隔間 那外側又沒有擺放很多防禦建築物的話 就很適合使用極木騎士去推進 野豬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還很有創意的 搭配了蝙蝠法術來幫忙收尾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邪惡的進攻就更單純啦 完全就是無腦推啊 因為他只帶了一種部隊配置 全部都是極木騎士 再搭配了三罐鏡像法術 好像是要挑戰極木騎士 數量上限的感覺 他直接從這個陣型的尾端 3點到6點的這一面來推進 下了一整排的極木騎士之後 跟上了三隻英雄 還有滾木車 接著打開無敵 那他的英雄在這邊使用的都是原本技能的兩種配件 不是配件啦 我老是說配件 是裝備 是裝備啊 這裡引出了援軍 在陣型中間還要面對到兩座多頭塔 以及天鷹火炮和防守的兩隻英雄 天鷹火炮跟右邊的火塔已經倒了 現在左邊這座火打被一大堆的極木騎士包圍也拆掉了 神盾勇者現在也從大約5點的方向跟上 那蠻王是繞到了外側來 這個全部都是極木騎士的打法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後面留下來的建築物是完全沒有人可以幫忙收尾的 所以必須要等到極木騎士把全部的防禦建築都打掉了之後 才能夠回頭來收尾 極木騎士是分成了左右兩批 那在靠近左邊的這一批有跟著神盾勇者和女王 所以這裡選擇丟一罐狂暴給他們 極木騎士跟神盾勇者抱本 旁邊的巨石被打在小王的身上 好可惜啊 神盾勇者被秒掉了 沒關係 女王還有技能 而且蠻王應該是帶著陣地精 哦不對 他帶的好像是原始的裝備 所以蠻王繞到外面去是沒關係的 而且他這個配置我們剛剛說的嘛 收尾是沒有什麼足夠的部隊的 所以蠻王繞到外面去 對於收尾來說是一件好事情 你看他現在收尾靠的是雪怪啊 這場視覺效果滿分的純極木騎士進攻 是漂亮的拿下了三星 我已經數不清極木騎士在場上最多的時候 是有多少隻的 因為他用了三罐鏡像法術啊 最後在今天的影片結束之前 我想要利用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阿德老師的最新立作 噠噠 是不是有很多人對於自己要花多少時間 以及收集多少礦石 才能夠把一些自己想要升級的英雄裝備升到滿級呢 阿德老師直接幫大家針對這個部分 做了一個現成的試算表啊 只要在阿德老師設定好的這些黃色的欄位中 填入資料之後 就會自動計算出升級英雄裝備所需要的時間 以及礦石的數量了 比如我在傳說 每個禮拜大概會拿到四次每日獎勵 再輸入我所在部落的勝率 也就是勝敗場的資料 以及這個部落每個禮拜會開幾次部落戰 如果是連開的話就是直接填3.5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有分為普通裝備以及史詩裝備 你想要升級的到底是多少裝備以及多少數量 比如說我有一件7級的普通裝備 還有一件6級的普通裝備 跟4件15級的普通裝備 是想要把它們升到滿級 也就是18級的 那在史詩裝備這邊 我有一件9級的史詩裝備 想要升到滿級 也就是27級 這些資料全部都輸入完了之後 就會在下方的藍色區塊 自動秀出你還剩下多少時間 以及需要收集多少礦石 最缺的礦石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是紫色的灰光礦石 以我上面輸入的裝備來說 我想要把它們全部都升到滿的話 我還需要140天以上 真的是滿久的 你們說這個表是不是真的超方便的啊 這麼棒的東西 怎麼能不跟大家分享呢 有這麼認真的 COC數據講師型創作者是大家的福音啊 我會在這部影片的說明來資訊卡 以及置頂留言 放上阿德老師的頻道與影片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直接到他的頻道去取得這個試算表 也歡迎蓬蓬廠訂閱一下 或是多看阿德老師的其他影片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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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